一口接一口 用餐時間店內高朋滿座 客人一口接一口 有多好吃 看表情就知道 外酥內軟 就非常入味 就我滿喜歡吃的 因為我從小就愛吃肉圓 我目前吃的 覺得最好吃的一家 外皮很酥很脆 超好吃的 一吃就餓了 一顆顆圓滾肉圓 排排站進入蒸籠 先來一場蒸汽浴 噗通噗通跳入油鍋 一下子從70多度的蒸籠 換到220度的滾滾炸鍋 利用高溫差 讓肉圓外皮炸得酥脆 過程中得不停攪動 避免肉圓打架 一刀剪開 酥脆聲響 有夠療癒 淋上特製的紅醬和白醬 金黃外皮香酥脆口 如同洋芋片般清脆 微透內皮Q嫩彈牙 充滿嚼勁 紅麴肉餡包覆筍筍子 軟中帶脆 口感層次豐富 一顆肉圓吃得到酥脆Q軟扎實 驚奇滿滿 脆皮肉圓是屬於彰化鮮的 然後紅橘肉內餡的話 是屬於客家人 新竹那邊的 因為我媽是客家人 那我們就把我自己喜歡的 都把它綜合在一起 所以這算是一個混搭食品 混血肉圓 集結各地特色肉圓的優點與一生 讓人又盡又喜 而令人驚豔的還有這一位 一條條天婦羅在油鍋內盡情熬油 10秒鐘立刻撈起 靜置散熱 待溫度燒降 再一次油炸搶酥 天婦羅瞬間膨脹 燙嘟嘟的姿態增添口感 金黃色原味天婦羅皮衣酥脆 內部酥鬆綿軟 香氣迷人 深褐色的牛蚌天婦羅 吃得到一絲一絲的牛蚌 口感更加扎實 吃完嘴裡還散發淡淡的牛蚌香氣 一般他們做牛蚌的話 他們是習慣性把它打碎 然後再混在裡面 因為這樣比例可以少一點 因為牛蚌貴啊 魚醬比較便宜 那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希望增加它的口感 所以我們希望是整個牛蚌 一條一條的下去 所以後來就請廠家 要一直測試 測試完之後才做出來 特別注重食材挑選的老闆Simon 從小看著舊工 在厚里菜市場賣肉圓 帥氣的身影伸直在心底 接棒第四代 承載著一個夢想 我覺得台灣的東西明明很好吃 為什麼 外國人都不知道 也沒有什麼真的代表台灣的東西 可以走出去 把台灣的好吃的東西 慢慢把它做好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走出國外 讓外國人知道 從事科技業八年 各國到處跑 每每在國外嘗到台灣料理 都令他失望 一場疫情衝擊產業 讓他開始反思 自己要的是什麼 我就覺得少了一點東西 我有想要做一點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如果我一輩子有一個機會 那我在科技業可能 我可以待做到副總 做到總經理 那如果我自己出來創業 這個機會有沒有辦法 讓我做出了什麼東西 內心的聲音蠢蠢欲動 Simon毅然決然離開科技業 從自己最熟悉的肉園起步 吃片各地超過50間的肉園 研發出自己獨特的口味 不只招牌肉圓大受歡迎 甜不辣也讓韜客讚不絕口 購完魚丸白蘿蔔等食材 烹煮時間都得精準拿捏 每一樣都是老闆精心挑選 不是手工做的可無法端上桌 購完特別彈牙肉香四溢 甜不辣鹹甜可口Q軟帶勁 像我們找的控碗 這個甜不辣 然後甚至我們特大的甜不辣 會有炸花枝 就全部都是手工的 對 因為現在這種東西比較少 那它都口感其實是有差的 展現決心從家鄉出發 Simon這裡將台灣的好味道 推向國際 期盼讓外國人想起台灣 不再只有珍珠奶茶 還有傳統的肉圓小吃